第2115集 叶臣笑道 在下有没有资格 不劳杨兄操心 清姑娘她自有决断 师尊 你就跟她比一比 让她见识见识你的手段 清秋云看看杨腾步步紧逼的模样 心里气不过 她想让叶臣显露锋芒 证明给所有人看看 她清秋云没有拜错师父 叶臣是真真正正的天才 相斗无异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叶臣摇了摇头 使不愿多生事端 师尊 清秋云顿时气馁 心里很是失望 想不到叶臣这么低调 难道为了寻找那什么血脉知识 被人踩到头上也能忍耐吗 不知叶兄弟有何要事 我丹皇一族 或许能帮到一二 杨腾冷笑着问 只以为叶臣畏畏缩缩 在寻找借口避站 在下正在寻找一种叫血脉知识的灵物 杨兄若能提供什么线索 你想斗什么 在下随时奉陪 叶臣也不隐瞒 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血脉知识 杨腾愣了愣 他却没听过这种灵物 转头望向丹皇杨烈 爹 你有听过吗 血脉知识 这不是欲穷金鹿的别称吗 听到丹皇杨烈的话 叶臣顿时无比震惊 他完全没想到 血脉知识原来还有一个别名 叫欲穷金鹿 是这次丹尊大会的奖品之一 果然 血脉知识和丹尊大会有关 我就知道 我天眼洞察 不可能看错 叶臣心里暗暗想着 看向丹皇杨烈道 丹皇大师 是不是只要我参加丹尊大会 最后胜出 就能拿到这欲穷金鹿呢 叶小友想参加丹尊大会 丹皇杨烈笑了笑 如果真的能拿到欲穷金鹿 这丹尊大会 在下肯定会去参加的 终于知道了 血脉知识的确切消息 叶臣心头也是火热 哼 你以为 这丹尊大会是你家开的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去 没我丹塔的认可 你没资格参赛 一旁的清震中 无比震怒地望着叶臣 清秋云认 叶臣当师父这件事 他是绝对反对的 就算叶臣真的衣武盖世 单道滔天 他都不会同意 因为叶臣实在是太年轻了 如果叶臣当了清秋云的师父 论辈分 就足以和他平起平坐 这简直无法接受 看着清震中这么愤怒的模样 叶臣顿时无奈 白了清秋云一眼 你这妮子 如果低调点 我也不会这么难做人呢 叶小友 你还没通过丹塔的考核吧 丹皇杨烈眼睛微眯地问 不知这丹塔考核是什么 在下出来此地 却是不知 叶臣回过神来摇了摇头 丹塔是界域城的一个炼丹组织 由清家主宰 诸多单道世家组成 除非你有特殊的名额 否则想参加丹尊大会 必须先通过丹塔的考核 你连和犬子斗丹的勇气都没有 这丹塔考核不考也罢 你没资格参赛 丹皇杨烈微微冷笑 目光里带着一丝不屑 叶兄弟 丹塔考核一个月前就截止了 三天后就是丹尊大会的日子 你想参赛也来不及了 看来那欲穷金鹿 你是不可能拿到手了 着实可惜呀 杨腾也是笑了起来 看到叶臣想参加丹尊大会 却偏偏不能参赛的模样 他心里很是痛快 叶臣听着这两父子的话语 脸色顿时非常难看 叶臣 你想参赛也不是不可 突然 清振中画风一转 清前辈准我参赛 叶臣听到他的话 眼睛顿时一亮 清振中不只是清家的组长 还是丹塔的首脑 如果他肯开口 叶臣自然能够破格参赛 我可以给你一个特殊的名额 让你参加丹尊大会 但前提是你要离开我女儿 解除师徒关系 清振中冷冷道 爹 清修云听到清振中的话 顿时焦急了起来 解除师徒关系 叶臣目光一寒 却没想到清振中会提出这个要求 这个清振中倒是会做人 旁边的丹皇杨烈摸了摸胡子 默默点头 清振中这么做 摆明是逼迫叶臣 照顾他的颜面 叶兄弟 清姑娘良才美誉 你可别耽误人家了 你解除师徒关系 让清姑娘转投我丹皇一族坐下 才是最好的办法 杨腾劝说起来 目光悄悄地看着清秋云 满脸兴奋炽烈之色 只要清秋云离开叶臣 败入他父亲的坐下 他就能娶她为妻 享美人之福 叶臣沉默着没有说话 是怎么 清秋云银牙咬着红唇 美眸凝视着叶臣 生怕他真的开口 说要解除关系 抱歉 我拒绝 叶臣摇了摇头 望着清振中道 清前辈 我既答应收秋云为徒 就不能随意丢下他 请前辈见谅 虽然叶臣也不怎么想当清秋云的师父 但既然答应了 因果羁绊已经建立 岂容旁人一番言语 就彻底斩断 自己的因果只能自己解决 叶臣绝不会受旁人的威胁 你 清振中看着叶臣果断的模样 脸上顿时献出了怒火道 单尊大会你不想参加 羽穷金鹿你不想要了 我想参加也想要 但大丈夫形势堂堂正正 我不会丢下秋云 叶臣依然摇头 世子 清秋云大肆感激 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走到叶臣面前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 看着两人如此亲密的模样 轻震中 丹黄杨烈杨腾三人 都是无比的震怒 无比窝火 在场的宾客们 却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看叶臣和清秋云的模样 显然不是普通师徒关系这么简单 背后说不定还另有因果 这么一想 众人看向杨腾 表情更加古怪了 清震中 你家女儿找了个好师傅啊 看来也没老夫什么事了 丹黄杨烈脸皮抽动 非常难堪 心里在考虑 要不要结束和清家的合作 丹黄大师 都是误会 误会啊 小女任性 我回头会好好地管教 清震中不断道歉 汗水都冒出来了 他清家是丹塔的主宰 论势力 丝毫不弱于丹黄杨烈 但问题是 他想重振太古先祖的雄风 重返神国 光靠清家一支势力 是不行的 必须要有丹黄杨烈 还有域外宗派的支持 如果得罪了丹黄杨烈 清震中振兴家族的计划 将彻底沦为泡影 爹 我师尊 一武通天 是一个盖世帝尊 有他想助 我们亲家必能振兴 何必依靠外人 清秋云带着眼泪 望着清震中道 你给我闭嘴 清震中无比愤怒 抬起手掌就要一巴掌打下去 但终究舍不得 手掌悬空不断地颤抖 他听过叶辰的事迹 自然也知道叶辰辉煌无敌 有滔天的潜力 但问题是 叶辰得罪了天道公 最后绝对要被 玄缘墨爷诛杀 再加上与天魔为敌 万一失败 后患无穷啊 太古丹尊 为何要离开神国 来到这特殊的戒狱城 就是享有仪式安宁啊 连先祖对天魔的无计可施 更何况区区一个夜尘呢 一旦清秋云败入夜尘座下 到时候天道公和天魔降怒 恐怕整个清家都要覆灭 一旁的丹皇杨烈和杨腾 听到清秋云的话 特别是外人两个字 只感到非常刺耳 两人脸色都是非常难看 使尊 你想参加丹尊大会 我的名额可以让给你 清秋云却是不管外人的目光 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 递给夜尘 这令牌上面 镌刻着一个丹字 是丹塔的信物 任何人只要手持此物 都能无条件地参加丹尊大会 夜尘拿过令牌 顿时愣住了 想不到清秋云敢冒天下的大不韦 把名额转让给他 你敢 清阵中看着清秋云的动作 顿时无比愤怒 这小子到底给清姑娘吃了什么名药 居然让他如此公顺服帖 杨腾看着这一幕也是非常的妒忌 心里无比痛恨 丹荒阳烈没有说话 但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算了 你的名额我不能要 夜尘不想看到清秋云父女决裂 将令牌还了回去 夜尘 这里不欢迎你 你给我滚出去 清阵中怒发冲冠 确实不管一切 要驱逐夜尘 清前辈 得罪了 夜尘苦涩一笑 既然对方下了逐科令 他自然没有这么厚的脸皮 再留在此地 当即告辞离开 世尊 我跟你走 清秋云跺了跺脚 也是赌气 跟着夜尘一起离开 清儿 你给我回来 清阵中大叫 但清秋云枝若罔闻 还是跟着夜尘出去了 看到这一幕 整个大厅都安静了 一片死寂 小女任性 让诸位见笑了 清阵中拱了拱手 只觉颜面扫地 无地自容